1928年7月慈禧太后去世20年后 她的陵墓就被孙殿英等人炸开 里面的财宝也被洗血一空 当众人打开慈禧棺棺骨的时候 没想到她的尸身竟然还保存蛮好 就像刚睡着一样 相传慈禧太后去世一年下葬 出殡当天却为何臭气熏天血染棺骨 她的肉身又是如何保持不服的 真的是因为口寒的夜明珠吗 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提到慈禧太后 她的一生可比小说还要精彩 从一个八品小官的女儿 逐渐走向清朝权利的最顶峰 成为统治中国半世纪的女人 从这就可以看出 她的心机有多深沉手段有多阴狠 1852年也就是咸丰二年 年仅17岁的叶赫纳拉氏 也就是年轻时期的慈禧入宫 开始她步步为营的一生 19岁被封为一品 21岁生下同志皇帝晋风一妃 第二年又再次被封为贵妃 地位仅次于当时的皇后 在咸丰帝死后 还是一贵妃的叶赫纳拉氏 和皇后扭护路使并尊为皇太后 这简直就像开了挂式的 不过这还没算完 就在叶赫纳拉氏 利用同志皇帝生物身份 联合公积王一捕杀顾命八大臣时 她就已经开始蚕食大清政权了 最终垂帘听政长达48年 成为人人唾骂的慈禧太后 也是大清王朝迅速 腐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站在权力顶尖的人 慈禧的生活不畏是铺张浪费 而且她还只顾慈禧享乐 根本不管天下百姓的死活 不仅在装扮上使用最好的 就连日常饮食都不例外 据说慈禧每次吃饭 都要上一百多盘菜 甚至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下 还要大张旗鼓地举办自己的六十大寿 光布置衣服就花去黄金二十三万两 整个寿宴几乎耗费半个国库 这就为她的身后室留下伏笔 古人讲究是死如是生 作为清政府实际掌权者的慈禧也不例外 各种珠宝首饰金与礼器统统安排上 就比如盖在慈禧尸体上的织金锦被 上面坠满了八百多颗大珍珠 锦被上又盖一层 只有六千多颗珍珠的死老被 更不用提现在是无价之宝的 翡翠锅果果白菜 以及猪元玉人的翡翠西瓜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这两天 注定是大兴王朝不平凡的日子 14日的时候慈禧赶到大县将至 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在光绪皇帝之前 一直靠着乌龟汤吊着最后一口气 直到光绪皇帝的死讯传来 他才终于放下心来 并在第二天 也就是15日撒手西绪享年75岁 仅仅两天时间曾主宰大兴命运的人 就这样匆匆结束一生 那为什么说慈禧死后一年才下葬呢 而且出殡时臭起熏天血染光果 注意看这就是埋葬慈禧太后的地方 曾统治大兴近半个世纪的他 在死后也表现了不同寻常 当孙殿英命人劈开慈禧观果后 竟看到慈禧的面容仍保存完好 为何民间传闻下葬当日恶臭扑鼻 还用慎人的血迹流出 这就要提提慈禧死后发生的事 不到两天大兴王朝就有两位 皇室重要成员接连去世 这自然就让宫里的人乱了阵脚 民间也有很多有关的夜市 据说慈禧太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害怕自己死后光绪东山再起 于是派人堵死了光绪 至于到底是不是慈禧干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年仅三位的溥仪登基成为大兴的末代皇帝 另一边慈禧和光绪的葬礼也要办 由于各地赔款和皇室的奢侈浪费 导致大兴国库早已空虚 根本没有能力举办风风光光的葬礼 按照组织先举办了光绪的葬礼 和溥仪的登基仪式 因为光绪皇帝生前没有实权 又是死在慈禧太后之前 所以他的葬礼非常匆忙其简单 忙活快一年的时间 大臣们才开始准备慈禧的葬礼 就在送葬队伍行进的时候 有人却闻到了浓烈的恶臭味 竟还看到棍果在渗血 虽然说人死一年之久 肯定会散发臭味 但慈禧可不是一般人 当时尸体防腐的方法也不差 他不可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据悉慈禧死后用大量的冰块来保存 还是用大量香料来掩盖 那为什么会发生发售这种事 这就需要提到慈禧的送葬队伍了 可不是一般的规模庞大 由于他的棺材非常大且重 光是一次抬关的就有120多人 轮流下来就共有8000多人 加上同行的朝廷官员 室卫等 使送葬队伍猛增到万人之上 从皇宫到墓葬所在的定东陵 就有一百多公里 他们用了五天时间才到达 而这五天的吃喝拉撒都在路上 人即使出汗了还不能洗澡 加上队伍里有很多的马 那味道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慈禧的棺果为什么会渗血 和他身边的一个人脱不了干系 就是慈禧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 慈禧在去世前特意吩咐他 要购买大量的香药放进墓中 李莲英也确实这样做了 不过他是怎么做的呢 李莲英竟在其中倒卖收取好处 最后使仓库里的优质香药不足 只能用劣质香药来一次充好 在慈禧一股停放期间 一些老鼠被供品吸引过来偷吃 甚至还有老鼠进入棺果里面 劣质香药里本来就含有一些毒素 吃了这些香药的老鼠 便蹊跷留些死在里面 或许是进入的老鼠比较多 就造成棺果肾血的景象 如此隆重奢华的葬礼 自然也引起人们好奇 生前挥金如图 享尽荣华的慈禧墓里 到底都埋葬了什么 直到20年后一个叫孙殿英的人 为我们揭开了答案 以928年孙殿英假节军事演习的名义 开始实行盗绝定东陵的计划 他们用炸药炸开了入口 进入陵墓里面后 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口巨大的棺材 据说这口棺材是用最好的金丝楠木做的 从云南运输过来就花了近三个月 耗费十万两白银 运到京城以后 还安排能工巧向来修制 里里外外刷了49层油漆 光棺材的制作就耗费大半年 当孙殿英等人打开慈禧棺谷过后 只见他头戴九龙细柱的凤棺 面如红润有光泽就像睡着一样 他的身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不愧是压榨天下百姓的人 最令人称奇的是慈禧口寒的叶明珠 相传他不仅能生寒防暑 还能保持尸体永远不腐烂 令人遗憾的是 这颗叶明珠至今仍下落不明 有一件译文是慈禧奉官上 原有九颗叶明珠 但为讨好外国人便取下四颗 想求他们退出北京 当时办大事的太监李莲英不在 便让一个宫女送到西门 李鸿章派来的人 这位宫女已是唯有骨骑的人 想着这是我们的国宝 怎么能送给外国人呢 于是就偷偷藏下了这些叶明珠 直到1964年在西安柏树林 一个工人家里的小枕头里被发现 这四颗叶明珠才得以重建天日 可笑的是慈禧太后至此都在守护的大兴 在举行完这场葬礼的两年后 便跟着土崩瓦解了 至此统治中国千年的封建制度 也画上了一个修纸符 谭吉曾统治大兴王朝半个世纪的慈禧 没有人不憎恶他的迈过行为 估计他也没料到死后 孙电英这帮人炸开陵墓 尸体还被人从棺木中爬拉出来 落了个曝尸荒野的下场 大家对慈禧怎么看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